真的是绝了 我竟然花了380块钱买了10条连衣裙 而且竟然觉得质量还都挺不错 到底是我疯了还是店家疯了 让我们直接进入今天的主题吧 在这期视频开始之前 希望大家先给我一个爱的一键三连 鼓励一下好吗 希望大家多多的弹幕和评论 这次的10条裙子也都是在拼多多上面买的 但是这一次不是一个合作视频 对这一期全程无广 大家可以放心使用 而且这些裙子店家基本上都有包运费闲 最贵的也超不过50块钱 首先第一条裙子是一个这种紫色格子的裙子 它是紫色和淡粉色的这种小格子 真的非常非常的少女 然后它的领口跟这个下板呢 都是有这种荷叶边的设计 它前面呢是一个这样绑带的收腰 然后后面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拉链 就是非常非常少女非常清新 我觉得很适合学生打了一条裙子 这个裙子的布料真的特别的软 就非常的亲肤 但是相对的它锤感就不是特别特别好 它整个的裙长呢 我觉得对于我这个身高来说 会稍微有那么丢丢短 所以我真的觉得很适合小格子女生穿 165以下的真的可以避眼入的一条裙子 它里面还有戴一个这个内衬 这条裙子的小毛病就是会有一些线头 然后就是在里面缝线的这个地方呢 偶尔会有一些走线不齐的情况 但是从外面看我觉得真的挺不影响的 这条裙子的性价比真的是绝了 第二条裙子呢就是这一条 这个是我个人在这次买到的所有里面 我最最喜欢的一条 首先它的裙长是比较能达到我的预期的 因为这次买到了很多裙子嘛 我以为它都是穿上到小腿的那个地方 然后没想到穿到我身上 它都到膝盖那个地方 就跟模特图的长度真的是很不一样呢 所以就是很多裙子都还挺适合小个子女生穿 但是这条的长度呢 穿在我身上就是到小腿的位置 而且这条真的非常非常的抗皱 因为它面料本身就是有一点这种褶皱的这种纹理的 是吧 怎么团都没事 它真的是不怎么会皱的一条裙子 而且整个裙子的质感真的也很不错 这个裙子的面料也是非常软的这种 这个裙子呢里面也有带一个内衬 而且这个内衬摸着要比刚才那个紫色的裙子的内衬要更厚实一些 对这个裙子最大的一个亮点忘了跟你们说 就是它背后的这个镂空 然后这个地方是有一排这样的扣子 但是我平时是不用剪这个扣子也可以穿上 然后下面是有个这个松紧 我觉得它这个松紧呢 穿在我身上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松 所以我打算去把它改紧一点 我觉得是正好绷在身上会更好看一点 然后它前面的这个方领的设计也挺修饰脸型的 然后这个小的泡泡袖也不怎么显肩宽 也很能遮大臂 就真的是爱了爱了 40多块钱真的是爱了爱了 第三件裙子呢 就是这一件 你们看着有没有一点眼数 就是我在设计感小上衣的那一期 给大家推荐过一个上衣 就是这一件 有没有真的是一样一样的 我买它就是想是吧 买回来比较一下 因为这个我本身就很喜欢嘛 就我刚拿到这一件的时候 我觉得这两个甚至连面料都是一样的 但是仔细对比一下呢 这一件的面料还是要更柔软一点 而且它的纹理看着更高级一点 然后这一件它也是这种有纹理的 但是就是会偏薄一点 这一件呢是有一点那种方圆 它不是那种很方的方领 然后加上一个这样的泡泡袖的设计 我觉得也是非常修饰脸型 修饰肩型的这种 这一件就属于那种 我看模特图我也它穿成能到小腿 结果穿上之后发现它踩到膝盖的一件 但是总的来说也是非常显腰身的 而且这一件呢也是很不怕皱的 它虽然说面料比那个上衣稍微的硬那么一点点 但是其实穿上身舒适度也是蛮高的 它前面领和这个小蕾丝的设计 真的也特别的精致 问题也是会偶尔有一些这种线头之类的 但是是吧 件都这么便宜了 咱就自己剪点线头 就不要求那么多了 这条裙子里面内衬呢是一个这样白色的 而且是有这种固定点的 穿在身上也不会乱飞 如果喜欢那种比较温柔 比较复古的感觉的小女生的话 真的是可以买一买 很适合小鸽子女生 下一件裙子呢是这一件 它是一个蓝色的 但是这个蓝色收到之后 我觉得要比它的图片要更暗一点 它整个呢也是一个比较 有一点法式风格的这种感觉 但是因为整体都是一个纯色的嘛 所以感觉会比较简约 这个裙子呢跟前面那些裙子的材质就不太一样了 它是有一点纯棉手感的这种 就是会稍微偏硬一点 面料上来说感觉会更挺酷 会有一个小缺点 就是比较容易皱 它是没有内衬的 就是只有这么一层 但是它也完全不透 这个裙子穿上的长度呢 也是在我膝盖的位置 它后面是有一个这种松紧的设计 也是比较收腰的一个款式 这个领口呢 它收上去穿不会觉得太大 而且它还能拉成衣子间来穿 总之就是买到之后 也让我觉得非常惊喜的一件裙子 再下面一件呢 是一个这样黑色的裙子 哇这个裙子我刚收到的时候 也是被惊到了 因为它整个的裙子真的垂坠感非常的好 就是非常的垂 而且它面料也是这种滑滑的 就是看起来完全不像 四五十块钱就能买到的裙子 我觉得这个裙子在淘宝上卖一百多 真的是不夸张 我觉得买到之后也会觉得很值 这个裙子呢 整个就是一个黑色的颜色 样子是比较简单的这种 黑色的如果要是直接这样单穿的话 可能有点像去参加葬礼 所以我就在腰的这个位置 给它搭配了一个小丝巾 就让整体看上去不是太沉了 而且又突出了一下腰线的位置 同款还有白色的 我觉得白色的穿上 可能就会比较像那种青婚纱一样的款式 这个裙呢 我觉得是比较不挑身材的 就身高170左右也是可以穿的 而且是吧 它这个裙摆的什么地方 都还挺宽松的 我觉得是比较遮肉的一件 这一件呢 走线什么的也都特别整齐 是那种连线头都没有的那种 所以这件我也很推荐 刚才提到了青婚纱这个词 那么下一件呢 也是很适合当作一个青婚纱来穿的 这个青婚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比如说你跟男朋友出去拍那种情侣写真啊 就可以穿一个这种小裙子 然后戴一个那种头纱是吧 就是很有仪式感的一件裙子了 然后这个裙子呢 它的材质跟刚才那个黑色的也不一样 刚才那件蓝色的材质比较像 是类似于唇棉的手感 然后比较挺阔的一个面料 这件的里面呢 它是有内衬的 因为它毕竟是白色的嘛 它加上这个内衬之后真的完全不透 这件的长度真的很长哎 就是穿在我腿上 基本上最下面的位置就要到脚脖了 我觉得这件它本身不是那种特别日常向的衣服 所以大家就根据自己的需要购买就行了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我觉得它不太适合胸比较大的梅子穿 因为它这个肩膀的这个地方 可能会觉得比较局促 所以就更适合平胸的梅子穿 这件穿上真的巨显妖身 再下一件呢是登登这一件 哇塞好红啊有没有 这件呢是一个针织材质的 就是如果本身是比较瘦的梅子呢 穿上它会更显瘦 因为它这个面料真的很有垂感 但是有小肚子的女生就不是很推荐了 可能会比较显的小肚子 穿它的时候还需要穿那种比较隐形的内裤 不然的话会显一个印子 这个裙子真的是太元气了 这个领口跟袖口都有这样的小花边的设计 然后胸口前面还有一个这样的小蝴蝶结 真的是太可爱了吧 我觉得我穿上就老阿姨装嫩的嫌疑 这个袖子呢也是有一个泡泡袖的设计 其实这个裙长呢 我觉得我穿上也是稍微有那么丢丢短 所以也是很推荐给165以下的妹子穿的吧 其实平时的时候 就是晚上出去溜弯什么的 就随便一套就能走 这个裙子真的是太方便了 第八件呢是这一件 其实这一件呢相对来说不如前面的那些推荐 主要是因为我拿到手了之后 我觉得它的料子不是特别好 就是感觉不是很透气 而且不是纯棉的 就是还轻飘飘的这种 但是这个衣服的版型和设计我还是非常喜欢的 是一个这样的竖条纹 也是非常可爱 非常元气的一条裙子 肩膀的这个地方 虽然有一个这样的 膨起来的这么一个设计 但是我觉得穿上也不会显肩宽 就是不会显得上半身很壮 它侧面的两边都有两个这样的袋子 就可以把它绑起来 就会有一个收腰的效果 这件裙子的下摆呢是比较膨的 我觉得比较保守的妹子 可能穿安全铺都会觉得不安全 就可以直接穿一个牛仔短裤之类的 也都挺合适的 还有就是这个裙子的线头会稍微的多一点 都是一种比较长的线头 但是总的来说呢 这个裙子的版型我还是很喜欢的 我知道大家刚过完六月份 是吧 口袋都比较紧 所以贴心老刘专门给大家准备了一期 这么平价的主题 还是希望大家多多的三连鼓励一下 那么本期视频到了结束了 不知道你们被种草了哪件呢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爱你 第九件后来才收到 直接补充到老地方 第十件至今没发货 Oh my God